今天為大家介紹BBFood的食物 因為裡面有一個男娘 可以幫助一些年紀大的狗 剛剛做完手術 它需要一些熱量 因為它自己的復原能力還未高 它的活動量不會那麼大 不會像人一樣 經常有很多活動量 其實這個糖分是非常之少的 所以今天我會推介這款食物給大家 以下我們會用一個牛肉味的BB食物 去做一個寵物的蛋糕 好 材料有這個搓砂的橄欖油 雞蛋 牛肉味的BB食物 牛油 中筋麵粉 和這個化粉 首先我們就把濕的這四樣東西 混在一起 然後把乾的兩樣混在一起 先把它混在一起 我們拌粉的時候 通常我會分幾次慢慢混在一起 這樣混在一起 它這個跟我們平時做狗狗的曲奇有些不同 它這個會比較軟一點 因為其實剛才也說了 這個是一個寵物蛋糕 其實混在這樣的質感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準備一些石紙兜 這樣就盡量鋪平 這樣就可以準備到焗爐了 通常我們就會焗35至40分鐘 大約170度左右 還有焗完之後 如果你說我的狗狗吃不完的 記得把它放進冰箱 因為裡面是有蛋的成分